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项目结构 我们在开始项目之前呢 我们肯定要去梳理一下我们的项目 我们有一个合理的项目结构呢 才能够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一个项目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项目里都有哪些文件夹 以及都有哪些文件 他们都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从上往下面看 Compens呢 在我们创建项目的时候 它是没有的 它是做什么的呢 Compens它是我们的一个 自定义组件的一个目录 我们所有的自定义组件呢 我们全部都放在这里 那么继续看我们下一个呢 Pages 这是我们的页面的一个存放目录 我们所有的业务页面呢 全部存放在我们这里 我们每个页面 我们都应该放在我们的Pages下面 我们有一个同名的一个目录 然后目录下面呢 是我们一个同名的一个文件 是我们的.voe后缀的一个文件 或者我们一个.nvoe的一个文件 然后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个目录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静态文件 静态文件资源的一个目录 我们所有的图片呢 包括我们的一些字体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放在我们Static目录下面的文件呢 我们会原样的去编译到我们的项目中 所以这里不能放我们的gs的一些动态文件 我们不能放在这里 这里我们只能放图片呀 字体呀 像这些静态的资源 我们会放在这个下面 然后我们往下面看 会有一个Unpacked的一个目录 它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我们编译后的文件存放目录 不论我们是编译到我们的小程序 H5或者我们的App端呢 不管我们是发行还是运行 我们这里有一个运行 有一个发行嘛 我们所有编译后的文件 全都会放在我们的Unpacked目录下面 然后下面呢 这个文件是我自己新建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就看大家喜欢去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我呢一般会在这里面放一些工具类 我们一些公用的工具类 我们放在YouTube下面 或者呢 我们在这里再新建一个 Cumman的一个目录 这里呢 同样也可以去放公用的一些文件 这两个文件夹呢 全是看我们自己喜欢去怎么创建 然后我们最好有一个目的性的 去创建我们的一个目录 最后看我们的下面一些文件 看到下面有一个App.vue App.vue呢 跟我们小程序中的App.js 我们的作用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 这里呢 会有我们的全局的一个生命周期 Unlaunch Unshow 跟Unhide 然后在style下面呢 可以去写公用的一些 CSS样式 我们写在App.vue style下面里面的所有样式呢 都可以在我们配置 这些我们业务页面下面去使用 这是我们一个App.vue 因为我们的项目进入项目之后 就会去执行App.vue 它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页面入口 所以我们在Unlunch里面 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事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用户登录 或者项目初始化的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操作 包括我们Unshow 是我们的应用 从后台进入到前台去执行 然后Unhide呢 是从我们的前台进入到后台去执行 然后根据我们的项目需求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做一些 我们希望它去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一个min.js 那min.js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我们的一个应用入口 它跟我们的vue工程的一个min.js 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我们的vue实例呢 我们都是在这里去注册的 包括我们可以在这里去绑定一些 我们一些全局的变量 或者去引用一些我们全局的自定义组件 或者去引用一些三方库 我们都可以在min.js里面去操作 然后看我们下一个 maniface.json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项目配置 项目配置我们可以配置哪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去打包我们的APP应用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去配置我们的一个APP图标 我们的一个APP启动图 我们APP的一个SDK 让模块权限原生插件 或一些其他配置 我们可以都在这里去配置 然后呢我们的H5的一个配置 我们的页面名称 包括我们的一个index.html的一个模板路径 然后我们的一个录用模式 我们全可以在这里去配置 包括我们下面各个平台的小程序呢 所有的配置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去选择 比如说微信小程序 我们可以选择微信开发者工具中 是否ES6转ES5 上传代码样式是否自动补权 这些对应到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详情 然后点一个本地设置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些配置 在我们对应的H价中呢 我们都可以找到 然后最下面呢 是一个圆码式图 就是我们所有配置的一个圆码的标签方式 我们在这里去展示 然后继续看我们的下一个 下一个是什么呢 pages.json 这是我们的一个页面配置 页面配置我们可以去做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在pages下面 所写的每一个页面呢 我们都应该在pages.json的配置 这个节点下面去注册 比如说我们当前有一个index.vill嘛 那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数组里面 去写一个对象 那么它的一个pass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email地址 它会有哪些内容呢 下面有一个style style是我们一个窗口表现形式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页面名称 我们叫uniapp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当前有一个页面名称嘛 我们叫uniapp 然后呢 像一些我们可以配置 我们页面是否有下拉刷新 然后包括我们是否要显示我们的导航栏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去配置 我们的配置有很多 具体的呢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官方文档 在我们的pages.json里边 有globe style 我们的pages 这些等等 所有的呢 我们同学们可以自己的去尝试 去调整一下 这里呢 我们不都一一的详细的去解释 我们只在应用中 我们用到哪些 具体的去讲哪些就可以 回到我们的项目 然后下面有一个globe style 这是相对我们上面pages 是一个我们每个页面的配置嘛 那么globe style呢 就是所有页面 共用的一个配置 比如说我要让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呢 文字我们是一个黑色 背景呢 我们是一个f8的一个色质 然后我们所有页面默认的标题文字呢 就是uni app 我们每个页面都会应用这些配置 如果说我们在pages的节点下面呢 去配置了我们对应的一个 同名的一个字段的话 我们每个页面的配置呢 就会覆盖我们一个全局的配置 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pages.json的一个作用 然后readme呢 是我新建的 咱们去写我们每个文件的作用嘛 这个在我们项目中是没有的 在我们的项目中呢 你应该有一个readme.md 这个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呢 是为了告诉其他的开发者 你的项目 比如说要怎么运行 或者一些须知 我们的一些命名规范之类的 我们全可以写在这里 去告诉跟你共同开发的开发人员呢 你的项目的一个基本情况 最后呢 有一个union.sas 如果我们去使用sas开发的话 这里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sas变量 有一些行为相关的颜色 包括一些字体颜色 背景色 包括我们的一些文字尺寸等等 在这里 我们都可以在我们项目中使用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不用再去我们的项目里边 import我们的一个sas文件了 我们这个文件呢 是在全局入册 你如果用呢 我们直接去写我们的变量 就可以去使用 或者我们在这里去编辑 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变量 例如说 我们在这里去编辑 我们test的一个变量 test color 是什么呢 是一个red红色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项目中 去使用这一个变量来去开发 之后在我们的实战课程中呢 我们也会去详细的讲解 我们这些变量的一个用途 以上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目录结构的讲解 在我们实战开发中 我们会逐渐的去丰富我们这些目录 同学们在这里呢 只需要对我们当前的一个目录结构呢 做一个简单的了解解 我们的一个目录